事件爆發之後 黑人幾乎懸疑就連外出買東西 都還會刻意看看四周的情況 黑人陳建州遭藝人大牙控訴 涉嫌性騷之後 立刻找律師書所發宣明 全盤否認指控 並說會依法追究到底 其子泛泛也接著發文力挺 但兩個人迎光目前的活動悄悄喊咖 就連外出也格外留意有沒有被排 實際走訪黑人臉書多次推薦的東區面店 業者低調透露 疫情之後班前電子已經很久沒看到人 但有國外旅客特地看他的影片慕名而來 划開黑人IG發文幾乎都是籃球 更新日期停留在6月15日 黑人三年前籌辭創辦PLG聯盟 捲入信騷爭議之後 自請暫停執行長身份 臉書簡介也改為PLG永遠的球迷 多名男藝人遭指控捲入信騷風波 不過對比上回NONO出庭 黑人進出都簡短回應 而NONO有人全程緊跟在旁 面對提問也沒說話 在黑人改告誹謗後顯身應訊 打壓的經紀人表示 目前都沒有收到任何出庭通知 有關司法儀式請見諒無法回應 從事件爆發至今黑人 10月50天終於現身 雖然期間曾發文被質疑將重返攬潭 卻沒有出席任何一場公開活動 這次開庭態度談人 是否預告將要付出 外界都在看 TVBS新聞 王靖倫 葉俊投訴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